在接获有人爆料后,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证实,虽然特斯拉总部仍然在加州,但他已经成了正港德州人。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周二证实,尽管SpaceX和特斯拉的主要运营至今仍留在加州,他个人已经搬到德州。 自新冠疫情以来,马斯克多次表达他对加州政府的矛盾,他曾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CEO峰会上将加州比喻成赢球太久的球队。 他表示,一个球队如果赢太久,他们会有些志得意满,有些独断独行,然后再赢不到冠军,加州赢得太久了。 此次,马斯克的硅谷出走槽,让他将能少击将近数十亿美元的税。 有鉴于德州不征收所得税,未来特斯拉也将在德州奥斯汀新建超级工厂。 目前他所持有的三家公司,包括特斯拉、SpaceX和波音公司都在德州当地设有工厂,并在业务上有持续的增长。